建立忘义的故事 周伯劫去了利商 并威胁利记前去引诱旅路外出 在利记与旅路外出狩猎时 周伯曾经夺取了旅路的兵符 控制了北军 一举铲除了旅士家族 后来人们把对利记的评价 演变为成语见利忘义 意思是见到有利可图就不顾道义